從戶外 絕美的海景 潮進知名火鍋店 平常到了吃飯時間 遊客坐滿滿 但現在放隱忘去 一個客人都沒有 讓業者好無奈 很難訂啊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有訂 然後沒有訂到這樣子 今天剛好 出來想說碰碰硬去這樣子 剛好被人碰到 對啊對啊 道路上的話 是一定會有一點影響 因為畢竟外地人比較 比較不知道說 這個進來的位置 對啊對啊 受到北寧路 山崩影響 潮進公園內的餐廳 店家冷冷清清 你們今天還是出來做 沒有擺攤不行啊 還是做 對啊 這樣大概會少多少 平常本來就比較少人 對啊假日呢 假日就影響更大 你們本來想說端午節可以 對對對 就是這邊就緊 就是夏天會比較好 東北地方這邊就沒有人 下雨湯就比較少了 希望端午節牽掛在通嗎還是 好像剛剛卡在端午節耶 過兩天 我會跟曹靜這附近的店家大家有一個座談 針對於這個禮拜他們可能有的一些 大家都可以看到路完全斷掉了 然後他們也沒有任何的收入 所以雖然店家不多 但是我們還是會針對這些生意受影響的店家跟他們座談 然後希望在這個恢復之後 我們能夠連同附近的店家商家還有海科館 來做一些這個災後的一些振興 希望他們的這個生意跟他們的一些這個營收 能夠盡快的恢復 即便如此 還是有零星的遊客到海岸邊看海 拍照打卡 心情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新聞啦 我們也要傳告訴我們 你要說什麼 好 就是說這個三夢他們你們不要來 我們本來是我們今天來這邊玩的 因為我們今天晚上就回船上 回船 對已經在 前面就走嘛 因為三夢意外導致道路中斷 連帶影響商家 金融市場謝國良勘災時 強調會邀急朝進公園商家 提出振興方案幫助大家渡過難關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